歡迎來到高島遊村的頻道 這次要介紹SBL特化隊 相比其他種類的特化隊 張力加組合技加回復的特化隊相對較難組 且容易翻車 那在進入重點前先進入星星挖掘時間 好的那就讓我們來進入抽卡環節吧 大家可以看到說我右上角的星石已經快要到12500 其實我的計畫就是在每次星期到12500的時候來去抽Face 但是其實老實講在抽這Face前我是有點猶豫的 因為我是在想說要不要等Party 但是怎麼講呢因為我自己倉庫也有不少很強的Face卡 像是橘莉啊跟果南還有霞的都有 所以我認為說在短期之內去投資Face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次主要戰是就直接抽250抽嘛 把當期UR看是C或是花丸其中一個直接抓進來 但是因為250抽的話我應該不會一次抽完 而是會分三次抽 這次會抽個80抽吧 那如果說只有UR的話 只有SR的話就是直接跳過 就不帶大家看了 那有UR的話就再看 那就開始吧 首先是第一抽 好一開始就有UR了 來看一下這會是哪一張 按照80抽的期望值來說會有4張UR跟14.8張SR 我當然也是希望說可以達標 因為我自身自己抽卡的運氣不算說到非常好 喔這1啦就有一張UR跟13張SR 我先看第一張SR吧 喔這張是 喔好像是 那個肥皂13的0 沒記錯了齁 來UR來看一下是哪張 這張是 喔這張不就是這一次的C嗎 一開始就抽中了 啊後面都是SR就直接掠過吧 其實官方也是很會啊 就是說他們好幾次都是在SBL的時候就出了對應屬性的FaceUR 其實這等於是想要去誘惑玩家去抽嗎 真的不得不說這手法 其實還挺傷眼的 第二抽是看來是沒有UR的 就只有SR 兩張 所以是目前累積1UR5SR 直接跳過吧 因為我們要80抽就不用太多時間了 這張比方我沒什麼印象 第三10抽 這次還是一樣的SR 那我們來看一看 喔我真的沒有跳過原因是因為我還是想要先看吧 全部再來確定 不然的話誰知道會不會玩冒輸一張UR就怪 一張A直接跳過 喔這張惠里也突五了 還好不是又給我抽到一張突五的SR 目前這樣累積1UR6SR 喔有UR有UR 就是第31到40抽 就是第31到40抽 看一下這張UR是 這看起來 這看起來 這不是英文吧 這不是英文吧 喔對很排名前 因為我看這不是英文 我就大致猜到說 這應該是愛的 目前累積2UR8SR 以4抽來說 算是還 還不錯 這張2R 我都不在說 這個 我都不在說 好 確定 好,這張是當時雪賽的第一張活動抽的UR嗎? 我沒記錯,後來忘記這個 其實在抽的UR,我自己還是比較簡易去抽到重複的 主要是因為,其實說真的,一張UR如果他是圖靈的話 他的戰力,你說真的有到非常強嗎? 其實也就普通啦,沒有說到,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厲害 所以,喔,又有UR了 那這樣看來這才60收,我等於已經有4張B了 這,我覺得成績還算不錯 喔,還兩張 喔,還三張 喔,我的天啊,這次運氣真的很好 欸,這張是,好像是這一次活動的 活動Face的這個 新增的,SR卡 所以,這樣我等於已經有 是,已經 啊,我忘記算到哪裡了 我最後再來,算一下 喔,這看起來很厲害,這次活動的花玩 因為我沒記錯,這就是他的牌子嘛 結果,我這次抽,直接把兩張活動的給,直接帶回來 那我到時候要再選哪張 可能,就要思考一下 其實,我倉庫的黃鼠跟藍鼠,算是相對豐富了 但是,我並不認為這 這會是我不抽的 不抽的理由 其實,本來我是 當然,我本來是只有在猶豫說 已經有 你知道嗎 就已經,黃鼠跟藍鼠算相對強 我還在想說,這次要不要去抽 但我仔細想一想 還是抽一下好了 畢竟還是有可能抽到其他卡 這次是你,Number 1 Idol 好,這張 這張我好像 有一點 好像有 這張獎王出一段時間 他這張表現不高 但是 作為 補師還是蠻優秀的 這應該是 第 70抽 好,剛才的那個 歐洲人的 氣場可能已經用完了 接下來這20抽 都只有一張SR 其實我也 不是太意外了 因為 畢竟這 剛才的UR跟SR的數量 已經害我 都已經忘記 算到哪了 下次可能要在旁邊 帶一張紙 才能 才會記得比較清楚 這次還有4張SR 不過就直接跳過來 好 那今天的最後10抽 這 這肯定是留了SR 不過也 我覺得也行啊 光是這一次 剛才中了那麼多 多3G 都讓我蠻開心的 我遛過 對 這裡倒是抽到一張已經突五的SR了 不過也還是行 經過我嚴密的計算 這次的結果是高於期望值的 其實不虧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還挺賺的 UR多了兩張 那SR就多了0.2張 在介紹特化隊之前 有兩點需要糾正和補充 本人不是高手 難免會有些認知錯誤 如果你發現現在的我打臉以前的我 那只是因為以前的我缺少某些見解 首先是技巧對特技發動機率 沒有證據顯示有關係 在遊戲幫助中也只有誘途的敘述 經過和別人的討論後 我認為目前不能說技巧和特技發動機率有關 再來是以前介紹SBL特化隊時 有提到特技發動的重要性 即使是沒有特技獎的比賽 但怕有人誤會 認為一定要放特技提升 提升特技發動機率的成員 我想表達的只是特技發動的重要性 至於要不要放該種角色 還是要依情況而定 進入選人環節 找兩種特技的角色 分別是組合技量表UP和回復體力 但選5人就好 建議人數是組合技2人 回復體力3人 主要原因是前者還需要發動組合技 才能增加次數 後者每發動一次特技 就能直接增加次數 搭配前面5人 關鍵第6人 就是倉庫表現力最高的角色 不同於特技加組合技或回復 發動特技是所有角色的基本能力 且可以用飾品來增加機率 但只有部分角色能發動組合技和回復的相關特技 即便以3比3的方式來配置 也非常容易面臨雙輸的情況 因此需要一位高表現力的成員來參與 讓張力排名至少到中段班 才有比較高的勝算 選人標準和先前差不多 就是活動加成、屬性加成、 debuff、節奏圖示、SK類型 SK類型會降低張力累積 卻能提升特技發動機率 在特化隊是必要的存在 以下是範地隊伍 紅隊一如既往 人選方面可以看我的第一部SBL特化隊影片 在此不贅述 剩下6人分成2組 注意3個重點 第一點 中間3人組合技張力也很重要 第二點 飾品的屬性對應 如果對應到同屬性成員 飾品所帶來的三維效益會變成1.1倍 第三點 盡量讓SK類型在同一組 目的是希望提升該小組的特技發動 隊伍最右邊的是散指了活動SR SR的特技發動機率是30% UR則是33% 但我選擇放的原因是SK類型 在回復獎的部分 因為只比次數 即便是SR SK類型都會是人選之一 飾品部分則是放3個鑰匙圈提升特技發動機率 放2個胸針提升表現力 放1個耳環提升組合技量表增加量 最後以MUTIC START為目標 進入實戰環節 劈動地 C50 constantly CMEMC C30 C30 C deceased 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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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 sha kisses 2、疲瘟 1、疲瘟 油 4、ünd orship 3、疲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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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疲瘟 óc 2、疲瘟 i know you și 好 還有一個小熊 送進來 還能給別的小熊 要多點 今天要賺我就很箇佛 不要 或者幾乎 吃不太 再點 來吃不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是全部内容,还想看什么创作或是有任何建议和批评都欢迎告诉我,感谢观看